我是把当代金工的一个应用拿来做 因为它的思维是 你只要生活中 你可以玩得到的摸得到的素材 都可以变成创作素材 对 因为我观察到 其实一般透明的塑料袋 其实它没有变卖的价值 所以我会想说 就把这种最没有价值 或大家既定最廉价的东西 或随便用随便取的这个媒材 然后再拿来做我的创作这样 所以你把它画成了 你现在耳朵 然后身体上的都有是不是 但是我身上的所有的配件 其实都是用我的创新研发的一个 就是把环境的废料 重新拿来做改造 那我现在耳朵还有我的 手上面的戒指 还有我的别针 都是用废机塑料袋 然后再去做结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